今天想要扮演一点乌鸦的角色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报告 有一点点报喜不报忧 台中市长卢秀燕扮乌鸦 在行政院长陈建仁到中部视察的时候 此处水情吃紧情况严重 不像中央所说的那么乐观 他说2021年的百年大旱 干枯缺水的情况还记忆犹新 当时德基水库曾降到只剩下3% 现在虽然还有58% 但是持续下降中 目前全台21座水库 保持一半以上蓄水量的剩下8座 水位最低的是雾设 白河跟增纹水库 都已经跌破20% 台中市在干旱之外 马上面临大面积停水 是因为管线工程施工 21号上午10点起到23号上午9点 将停水47小时 停水范围是地图上红色区域 雾日大理以北 铁路以东等7个区域 大约30万用户 珠湖即将面临停水大作战 位在东区也是停水区的一家泳池 老板佛欣来着 连三天开放免费洗澡 游泳池有地下水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再来我们的更衣室也蛮多间的 我是打算开放一半给民众免费使用 游泳池使用的是地下水 所以不受自来水停水影响 业者把既有的设备保留一半给泳客使用 一半给民众 男用浴室开放15间 女用30间 家里没有水洗澡 可是老板说这边可以洗澡 是还蛮方便的 对于停水的应变措施 水公司设置119个临时供水站 方便民众取水 也提醒受到影响的用户 要于停水前6小时完成储水 停水期间要关闭抽水积电源 TBS新闻 陈红毅无数评 台中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